各位大家好,我是居然草叢 今天是5月11号2022年,今天是周三 今天在开盘前呢,有这个通膨的数字报告 那本来是 出来报告是8.3,这个CPI 然后呢 分析师是预期8.1% 那微微 略于高于预期 那从之前上个月报的 8.5呢 有稍微微微降低 那正在这样一个 非常就是说,这个实际的有通膨有下降一点 但是呢,却没有合乎这个大家的期待 所以呢,市场呢是先开低走高 然后呢,反弹之后 然后呢,又全部下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市场情况 就是先低走高 然后呢,冲到昨天 这个我们所画出来的这样一个主力 4050,标普4050的地方 然后呢,稍微迟移一下呢 然后呢,开始sell off 那我在disco里面 在盘中我看到这样一个头肩 可能的头肩底的这样一个pattern呢 然后呢,就尝试在这附近做多 但是呢,却没有成功 一点点的失败 但是之后就掉很多 那为什么做多那么困难 这边其实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是一个强烈的下降趋势 我给大家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说,做多这么困难 是应该在于说 因为这个联储抽资金 前两天我有给大家就是投影片 讲到说这个抽资金抽水 QT以及升息 在资金缺乏情况下 对市场的影响非常的大 那我如果说你没有看这边 这方面我的分析 你可以看前天的这个完美风暴那一集 那我这边不说 那这边就是说 基本上通膨对整个市场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大打击 而且是属于无望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就说没有什么特别好消息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通膨那么高 通常通膨就是3%或者是2% 是美联储所追求的目标 长期追求目标 那现在是8点多 那8点多那肯定要赶快打下来 那打下来就只能用升息 对吧 那升息又会影响到市场 然后呢 缩表会影响到市场 那所以就没有任何一个理由 可以让这个整个就是抽资金的一个 这个减少抽资金的希望能够停止 你要叫美联储去停止搜搜尾表吗 那不可能 那你要把通膨降下来吗 那肯定是要用这个用重要 对不对 所以没有任何这个一个这样一个机会 或希望能够让这个整个情势好转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抽资金的行为 其实或者说整天 就是说这个整个大盘就一直无望的 无量的这样一个下跌 然后一点反弹就马上就笑下去了 所以在一个强烈下降趋势 头肩顶 周线头肩顶做出来一个情况下 情势其实是非常险峻的 我们来看一下周线是这样子 虽然我之前说3800到4000之间 能够希望在这个超卖情况下 能够有一个反弹 然后呢反弹反抽到4200左右 那希望如此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 我们现在一定要能看到一个收正日线 而且日线不能被消灭 对不对 那如果这些没有成立的话 那基本上整个市场就是一个 非常悲观的一个下跌趋势 那在这种悲观的情况下 还有大环境 那其实指标都可以一直背离再背离 就像我们之前上涨一样 上涨上升趋势的时候 你要看跌基本上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直能够超买超买背离背离 然后才下来 然后呢一个超卖就被买上去 那现在是一个下降趋势也是如此 就是说一个一个好的超买怎么样 就被什么被sell off 然后呢就一直持续超卖超卖背离背离再背离 所以现在是一个趋势整个是反过来的一个市场 所以呢要非常的非常的保守 那我自己的话 当然就是说我在过去视频大家都可以知道 我在这个地方 本来是一个higher low 然后呢被这个整个reverse 我就觉得市场其实已经很不好了 然后呢再加上上周 美联储这样一个48小时的效应 也是被完全reverse 这个再次就是说打击了 我对多头的信心 那当然这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这是一个就是说 整体的大家的感觉 那不管是大户小伞 现在都是有类似的想法 可能小伞会觉得说我要继续的抄底 因为怎么样 哇这个如果能这个熊市大反弹 那一定非常可观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弹呢 这是一个问题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都没有人可以说得准的 那尤其是在这个情绪低迷 肯定会有某个时刻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 但是呢 一定要持续 一定要持久 然后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能够把均线留好 否则的话 所有的这些反弹都是突然的 所以呢 现在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情况 今天大盘其实 你看通膨高 然后大家想到要怎么样 要继续的升息 所以怎么样 反而是能源继续涨 油价今天也继续涨 那这些东西都是变成说 如果这个乱事不用重点 不用一个特殊手段 钱还是都跑到趋势好的 或者是说只掉下一点点的 所以资金都是在往这些 这个趋势还好的地方发展 当然啊 在最后最后就是这个 就是说钱完全枯竭的时候 这些像能源也会下来 但是他们会是最后一个 那先死的就是这些 就是已经弱的 弱的会更弱 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 这是一个道理 资金流动的道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几个 就是关键的几个就是位置 比如像今天 为什么跌那么多 第一方面是这个苹果大跌 然后呢 比特币也是通通都挂了 这是一个三重顶 然后呢今天 稍微已经破了这个颈线 然后呢 苹果我们来看一下 苹果呢也是 就是这个整个周线级的上升趋势 已经怎么样 破位 今天破位 很明显破位 所以我在之前面 包括检查课股也是一样 就是你在上升趋势 right with the trend的时候 你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不要这个支撑破位 支撑破位 那这个告诉你 这一支股票已经有问题 所以当在苹果破位的情况下 那其他的也 都会有受影响 那苹果占了什么 占了权重股 对不对 是纳斯达克跟标普的权重股 那这个也会在之后 带来一个 无法真正有效的 好好上涨的一个情况 因为苹果弱 其他怎么样 再强也撑不起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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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的船 google也是破位 然后呢 特斯拉 特斯拉看一下 特斯拉也是 之前也都还不错的 可是 对不对 今天也是跌很多 然后呢 在这个趋势线 上升趋势线上面 也是怎么样 也是激进 也是差不多是破位了 今天破位 明天看能不能收起来 否则的话 就这真的是破位 而且今天下跌 非常非常非常明显 这是周线 就是说 还有两天的时间 还有办法再站住脚 否则的话 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好 好 那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市场 然后呢 通 就是说在这种 通 加息 还要再有好几次的加息 每次 每六周 美联储加息 中间可能都会有一些 情绪舒缓的一个反弹 但是呢 整体来讲 就是说 其实为什么会 大家一直在卖 一直减仓位 的原因是在于说 真的是看不到什么希望 然后我们 要真的要等到 就是整体 就是说情况转好 那才有可能真正指纹 那到时候我们在技术上 也能看到指纹情况 否则的话 在一个大前提里面呢 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 不好的一个情势 好 那通膨不止 空投不止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 有所收获 没有加入我的Discord 或微信的 这边可以扫码 那YouTube看完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请转发给你的朋友们 记得订阅点赞 留言鼓励 好 谢谢大家 明天再见咯